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集 从下面是1 然后中间是2 上面是3 第二集分配器 Fix Allocator 它的allocate和deallocate 这两个函数 这个deallocate就写在这里 哇这么简单吗 是因为它把两个动作 它把两大块动作 切割到两个函数去了 所以这里只是调用 当然我们都要一一去看 它所调用的函数 就是deallocate 那么我们先看allocate 我必须翻到前面 带着你去看一看 一直以来存在 但是没有很详细讲的东西 我们现在在看的是这一集 这个里头有两根指针 指向chunk 这个接下去一串 是个vector 指向其中的某一个和另一个 好记住这个事情 这两根指针 现在回到我们的原代码来 第二集的allocate 这两根指针 我在这张图上面用红色和紫色来表现 这样一目了然 它在哪一个地方被射 一下子就抓出来了 这两根指针做什么事 看它的名称 一个叫allocate chunk 一个叫红色的叫deallocate chunk 是用来标出 最近的一次 也就是上一次 曾经分配出去的 曾经满足一个分配动作的chunk 什么意思啊 假设现在直的串起来有一万个chunk 其实在第327这个地方 这个chunk 上一次才刚给出区块过 这个紫色的指针就指向它 标出来它 327号 你刚刚是可以满足分配的 所以下一次再有分配的需求进来的时候 又有人要区块的时候 就从这个紫色这个指针所指的那一块 先看 先看它 你刚刚已经满足了 满足外界的需求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再来一次 可不可以再满足 我现在指了一万个呀 这某一些区块可能已经给光了 有些区块还剩下一些空间 到底哪一个区块是 哪一个chunk 哪一个大块是可以给出去的呢 很多 不过优先从这个紫色的这一个指针看起 这是它的作用 叫一个标冰 标示出来 这当然是一个经验法则 上一次这个有给过了 也许这一次它还可以再给 红色这个呢 这个叫D-locate chunk 这个意思是 上一次回收是回收到第N号 那这一次要回收的话 我也先从第N号确认一下 刚刚曾经在 好 我们不说 这直的角色有一万个 现在指针回收回来 是落在哪一个 刚刚有提过用夹杀法 可是这个夹杀我刚刚说是从头开始夹杀到尾巴 一万个一个一个的找 这是最笨的方法 但是也是最直接最直观 可是为了再加上一个辅助的功能就是除了从头开始找之外 在这个之前先找一下上一次回收的那一块 就是这个红色的指针指出来 这是因为在计算机的这个领域里头呢 我们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数据有一种内聚性 它叫区域性 所以先前给过的 先前还回来的 这一次又还回来 也许就跟上一次的是 其实是落在同一个小区里头 所以一个经验法则 靠这两根指针去指着上一次 曾经分配过的 或者曾经回收过的 这个chunk 注意这两根指针 好 现在我们开始谈它 总共也不过26行 虽然比前面的大 但是其实还是非常小 我说过了 low key allocator的设计非常精简 每一个总是非常的小 很容易读 这一个allocate里头 我这个注解写得非常清楚 如果马上就去判断这根指针 它是零的话 它一开始当然是零 在整个系统运作的时候 它是零 或者说是判断 有指出来 不过抱歉 它所指的那一块已经用光了 blocks available 它会逐一递减 已经用光了 初始状态或者是用光了 那么怎么办呢 这唯一的辅助机制没有了 那么就只好从头找起 这一万个就从零找到9999 只好这样找 从头找起 所以用一个for loop 所以我前面说这个low key 这个北欧神话 这个神很暴力 表现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的for loop 是这样写的 这里头有两个break 有两个break 会跳出来 现在已经很少人这种写法 非常暴力 所以它这一直找 反正符合条件就跳出来 那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进去看 这个I I是什么 I是迭代器 因为现在里头 这一万是被放在一个vector里头 所以要用迭代器去找 I是个迭代器 迭代器如果指到尾巴 那表示没找找 先前这些 这里有一些条件都没有 都没有能够符合 没找找 没找找会怎么样 这个我有把这个光起来了 我看一下 如果找到尾巴 没找找 好 那如果在这个进行过程中 是还没有到尾巴 所以应该在很多次里面 是不会进到这里来的 我们先看其他的这些情况 它既然没有到尾巴 那么就跳到下面这里来 找到一个一个都去看看 这个chunk有没有可用空间 如果没有 当然它就不符合 就继续往下找 如果有这个就是目标 这一万个里面我找到了这一个 它是有可用区块的 于是我就把它标示起来 紫色这个指针刚刚我不是解释过了吗 它会标示出可有可用区块的那一个 这个语法蛮特别的 大家体会一下 等一下再来解释它 把它标示起来以后就离开了 break 离开到哪里去 到下面这里来 就通过刚刚标示出来的这个chunk 去调用allocate 这allocate的就是刚刚我们在 我现在往上看 我们刚刚在chunk这边看的allocate这个函数 现在回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for loop for loop 一个一个的看 看到目标了 标示出来 离开 然后通过这个目标 要用allocate的 这个就完成了一次的 分配 它就会往下 更下层 这里是一二三 现在讲的是二嘛 二就会往下 到一 一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好我们现在检讨一下 这一个特殊的语法 有的人会很直观的认为 这两个操作符呢 好像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一个是取引用 叫解引用 一个呢 是取地址 这样可以抵消啊 在一般指针可以 但这不是指针 这是迭代器 I I是什么 第五行 它是个迭代器 所以这意思是 先对迭代器取直 取到的就是一个chunk 因为这个迭代器指的是chunk 这里 取到那个chunk以后 再取它的地址 那就是这个chunk的头了 我们看看找一张图片 这个 这是一个chunk 取地址 就是这一块 这个地方 哦不对 我讲错了 我看看啊 这个是chunk 所以一万个chunk 是这个东西 所以解参考之后 得到的是这一个 然后取地址 那是它的头 这里 好 这是对这个特殊语法 的解释 我们继续看 那这个for loop 一直在走 一直在走 还没有到尾巴的时候 就一直都到这里来检查 如果这边也都不能满足 就表示这一万个chunk呢 每一个chunk都已经用光光了 终于走到了尾巴 到达尾端了 都没有找着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加一个新的chunk进去 变成一万零一个 加一个新的 好 第十一行 有个pushback的动作 因为现在这一万个是一个vector 放在vector里头 所以要用pushback 放什么 放一个临时对象 这个chunk 这个chunk就是 这个东西 好 这个语法 当我们在使用标准库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 不论你是看到人家写应用程序 或者是你看到标准库的原代码 看到网络上的一些测试 一些示范 常常会看到这种语法 Type name Type name后面直接加小八号 Type name 所以这样就是创建一个临时对象 这个创建出来之后 pushback 于是会拷贝一份放到容器 拷贝过去之后 这个临时对象的生命就结束了 这是第十一行的动作 所以一万个chunk 现在变一万零一个了 一万零一个 然后呢 要用INIT 刚刚才看过呢 就设流水号码 等等等 通通都整理好了 准备好了 然后 14和15 把这两根指针设一设 我们刚刚看的是紫色这个指针嘛 我们特别关注紫色 因为现在讲的是分配 紫色这个叫allocate chunk 这个指针就指向 现在你才刚整理好的第一万零一个 新的那一个 指出来 然后break 又离开 就通过这个标冰 这个指针去调用 OK 但是为什么这一个红色的也指出来呢 而且指向front 指向头 现在关它什么事 我们现在是在分配内存 它红色这个是在跟回收有关 这关它什么事 这注解我们有写出来 所以这个要注意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一个vector做pushback 可能会引发背后一个成长的动作 它可能会搬到其他地方去 可能 也可能没有 不知道 但是对使用是不影响的 不过 不过 如果发生搬动的话 过去 存在的那些迭代器 那些iterator都失效 因为它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所以 就怕这种情况 所以既然有pushback 可能搬动 可能成长 所以这些指要重射 红色的这个指针要重射 那要射到哪里去 它当初 在目前它可能指到第 第357个 第800个 现在要把它指到哪里去 不知道啊 已经搬走了 所以就只好 只好把它指到头 from 这一个指针将会在回收 我们的下一个函数 第2 可以这边 回收的时候呢 起作用 这里为什么要做设定 指向头 刚刚我解释过了 这是一个隐晦的 由于下面 一个隐晦的 一个变化 所以要做的一个安全措施 这个 所以作者还是非常 非常有sense 非常谨慎的 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 要重射这根指针 不是指针 别带气 没有重射它 然后之后呢 哪个地方崩溃掉了 都不知道 好 算太厉害 这个就是 allocate 我们把这个概念 刚刚讲得很仔细的 现在很快的整理一次 如果我有一万个chunk 现在有人要来申请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一万个里面 我先找出 被我标示出来的 先前曾经满足过的那一个 看看它能不能够 它如果还有区块 这边就结束了 马上跳到下面来 如果它没有区块了 那么我们只好从头找起 一个一个找看 哪一个chunk有区块 找到也结束 也跳出来 没找到就落到这个地方 就创建一个新的把它放进去 就变一万零一个 然后把这个标兵标好 也跳出来 这样就 跳出来以后就让 更下面的兄弟去做 就不干这一集的事情了 这是第二集 所以这个逻辑也是非常的 简单明了 看看这一段话 下次优先从此早起 OK 好 好 这个是Ellocate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De-Ellocate